各位,上次段譽想回去告訴謝馬的主人,有人想偷襲她,誰知一入大屋就被一幫男男女女抓住,為首的是兩個伯爺婆,一個大面撥,叫什麼碎婆婆,一個肥騰騰的,暫時就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了。 段譽見到阿福就死在這個伯爺婆的腳底,她手上那把短刀還在滴血,哎呀,段譽一見就露從心上起,惡向膽邊生,她說,哼,聽你們的聲譚,都是外地人,她已經敢來帶你立戀殺人? 大理雖然地方勢,只一樣有王法的,碎婆婆是什麼來頭,我不知道,又不想理,她就算是大宋國的皇太后,都不來得帶你立戀殺人。 那那個庇人。那那個肥靖傚的,只屎完全踏得氏犯, 遮名了時候,把他當大廢剪裲出來,即時兩隻手都拿著一把短刀。 啊,你這個臭小子,我偏要殺了你,大理角度沒有一個好人的,個個都該殺,段譽就說了,哈哈哈哈,你幾十歲都打橫來的,好笑,好笑, 好,那個肥老伯一婆搶上兩步,左手一刀就斬到段譽的頸上,當聲,一條跌拐掌伸過來就隔開了段刀,咦,是誰救了段譽呢?原來是那個碎婆婆出手阻攔,她細細聲說,平婆婆,不用喉夾, 問清楚先,再殺未遲,說完,那張鐵拐掌,叫在椅邊,就問段譽了,你是誰人啊?段譽說,我是大理角人,這個肥老太,說大理角,人人該殺,我就是該殺之人了, 這時候平婆婆婆就說的,你這個臭小子,你叫我平婆婆就是了,肥老太,肥老太,我肥,阻礙你扔嗎? 段譽說,哈哈哈哈,你看,你這個肚子凸出來,哼,什麼不阻礙啊,條路窄窄的啊,都得你走,沒人走啊,哎呀,你這個臭小子爆啊! 平婆婆婆,兩刀,在段譽面前,去劈兩下,哎呀,嚇到段譽,整身凋冷汗,心噗噗跳,知道她還死雞叉眼腳,撞出洋洋自得的表情啊。 那邊的碎婆婆就說,嗯,看你這個青頭拐,油頭粉臉那樣,是不是那賤人的傷好來啊? 講完,就指下那邊那個黑衣女郎,段譽說,哦,那位姑娘,我生平從來沒見過,不過碎婆婆呢,我勸你說話客氣一點,你一開口就罵人,這位姑娘大人大量,不來和你計較,所謂遺老不尊,就教壞兒孫的啊。 我屁,哎呀,你這隻青頭拐啊,敢教訓起我來啊?你說和這個小賤人素不相識?那你來這兒做什麼啊?我來這兒,是向主人報個信咯,報什麼信? 哎呀,我來遲了一步,現在報不報都是一樣咯,報什麼信?你快點講給我聽! 碎婆婆就越來越緊張咯,段譽說,我見到這裡的主人,我自然不會講給她聽,跟你講有什麼用呢?碎婆婆就冷笑著說了。 哈哈哈哈哈哈,你要當面講是不是啊?好,那你就快點講,不用多久,你兩個就要去嚴羅王室才有機會再談的啦。 請問碎婆婆,主人是哪一位呢?在下要多謝她借馬之恩啊?她此言一出, 咯,聽上眾人一起看著,坐在艾爾族的那個黑衣女郎。嗯?段譽有點惡然咯,哎呀,殺氣咯,難道這個姑娘就是這裡的主人? 看她這麼惡然咯,被這麼多強敵圍著,哎呀,真是糟糟都沒那麼糟咯。 你暫時只聽見那個女郎孜孜悠悠地說了,借馬給你,是我衝著人家的臉,不用你來多謝,你不快點去救人,又回來做什麼呢? 她說話,她說話,那臉照樣向著牆那邊,沒有轉頭的咯。 電義說,我騎著黑玫瑰,途中遇到伏擊,有人誤認在下就是姑娘,我覺得不是多妥,就特意再來向姑娘報個信咯。 那個女郎說,報信?報什麼信咯? 她語言清脆動聽,但是語氣就冷冰冰。 好像她對世上任何事情都莫不關心,又好像對人懷有極大的敵意,而得將世上人人殺死。 段義見她說得這麼沒人情,就有點不喜歡了,但是馬上想到,她已經落入強敵手中,處境空險,心情當然不漂亮,也很難怪的。 這樣想,她就起了同情心,於是就對她說,哦,是這樣的姑娘。 我想著,有人來想害你,我恃著馬快才走一甩,但是姑娘就未必知道有仇人來偷襲了。 故此我就趕回來報知,想請姑娘及早躲避的。 誰知道,誰知道還來遲了一步,你的仇人已經到了,真是不好意思。 那個女郎冷笑著說, 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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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你渣渣滴來討好我,是什麼用心啊? 段義的電影就即時搓著,我? 我 和你掃不相識,不過知道有人想害你來講聲,就怎樣裂來討好呢。 嘿嘿嘿,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呢? 不知道,不知道! 焚嘿嘿,我聽阿福說,你一點多不懂武功,居然敢於萬劫谷那開ıy繚說故話, 你真夠膽啊,現在又捲入這場是非,你想怎樣呢?段一聽就打個特了,我?我打算來報個信,就馬上回家了,啊,你沒想到要來這次送命吧?現在後悔了,段一聽出這個姑娘說話有骨,於是就大聲說了, 嘻,大丈夫行事,但求意所當為,有什麼後悔呢?嗯?你以為這樣,就可以自稱大丈夫了嗎?哦,是不是英雄好漢?那不是看他武功高低的,武功就算是天下第一,如果行事陰陰濕濕,就做不到大丈夫。 嘻嘻,你路見不停,仗義報信,原來是想做大丈夫,等著被人家亂刀分屍,一個斬成十七八件的大丈夫,到時就什麼英雄氣概都沒有了吧? 嘻嘻,這時候那個平婆婆突然間粗聲粗氣地說了,賤人! 嘻嘻,別口水多過茶,拖得就拖啊,快點動手啦! 嘻嘻嘻嘻,打拖兒 fingertips! 他撞到手中的兩把短刀,睡,好像豬玉婆要賣豬玉地嘛! 嘻嘻嘻嘻嘻,就說了,呱嘻,平婆婆,你都幾十歲人了,想死都不爭在這一時吧! 蘇州那個姓王的惡婆,怎麼自己不來和我動手,派你們這些奴才來和我啰嗦? 平婆婆就說,我們夫人這麼尊貴,你這個賤人想見我們夫人一面?想創你的心? 你知害怕的,就乖乖地跟我們回去,向夫人扣幾個響頭,說不然我們夫人歡紅大量,搖你一命,這次你想再走,沒那麼輕易,死了這條心罷了。 黑衣女郎忽然說,你們看,我師父就在你們背後了。 碎婆婆、平婆婆都吃了鏡,一起轉頭,背後哪裡有什麼人呢? 斷兒見到這幫人,個個神色驚慌,都上了大檔,人家就卡卡聲笑了。 平婆婆就問,笑什麼呀,死仔包? 斷兒就說,哈哈哈哈,好笑,好笑呀,有什麼這麼好笑呀,死仔包? 哈哈哈哈,真是好笑呀,什麼這麼好笑呢? 這陣子,那個碎婆婆就說,平婆婆,不要理你這個傻仔。 說完,她向著黑衣女郎說,姑娘,你從江南一直逃到你大里,我們萬里迢迢追來,你說我們會不會善罷金優? 就算我們個個被你整死,都要抓你回去的了,這陣子,你還不動手? 斷兒聽碎婆婆的口氣,都好像很顧忌這個黑衣女郎那樣,不由得暗暗清奇呢? 眼見大聽到,整十七八個人,個個燈眉特眼,拿著兵器,想動,想動,想動那樣,總是沒有人敢上前動手。 那,平婆婆拿著雙刀,幾次走在黑衣女郎背後呢,每次一抓過去,就好像擔心那個人浸脆一樣,走都走不及的。 這陣子,這陣子,黑衣女郎就反過來問斷兒, 喂,這裡這麼多人要打我一個,你說怎麼辦呢? 斷兒就說,呢?黑玫瑰就在外面,你如果可以突圍而出,快點騎她逃走,這隻馬好腳力啊,他們追不到你。 哦,那你自己呢?我?哦,我和他們掃不相識,無冤無仇,或者他們不會攔位我呢? 嘿嘿嘿嘿,他們有這麼大量,又肯講道理的,都不會有這麼多人來圍攻我一個啦。 你今天,條命是這麼大啦。如果我走得掉,你有什麼心願,要我幫你去做啊? 啊,段一聽,心都失散。哦哦哦,事,就沒什麼事的啦。 不過你朋友鍾姑娘在無量山被神龍幫扣住,她媽媽給了個金盒仔給我,要我拿回去給我爹請她救人的。 說完,她走上幾步,將那個金盒仔递過去,走到來她背後約莫兩尺左右,忽然聞到一陣香氣,似蘭非蘭,似蛇飛蛇。 氣味雖然不是很濃,但是幽幽沉沉沉,甜甜蜜蜜,聞到不由得心中一蕩。 客衣女郎照樣沒有轉頭,只是就這樣問段譽而已。 嗯,鍾玲生得好漂亮啊,是你個意中人來嗎?段譽說,不是,不是,鍾姑娘這麼小,天真爛漫,我哪有,哪有這樣的意思呢? 是,客衣郎左手伸出來,就拿了那個金盒仔,但是她看都不看,就放了入自己袋子。 跟著她突然間大聲問段譽了,哼,你手無渣雞之力,在那裡認什麼大丈夫呢? 跟著一揮手,就飛了兩條彩帶出來,噓,將段譽雙手雙腳分別綁住。 碎婆婆,平婆婆地見到她突然襲擊段譽,都是帶出意料之外,個個惡人。 就在這個時候,客衣女郎左手連揚幾下,段譽聽見,叮咚,叮咚。 左手,左手,也有幾個人踏低,眼前刀劍光芒,飛舞閃力,十時間,大聽到燈光全部關閉。 眼前漆黑一片,自己好像騰雲駕舞那樣,被人滴起在半空中。 這幾下變故實在來得太快,她一時間都不知道身在何處, 只聽見四周圍揚渴聲,別讓賤人逃走啊! 忍住那些毒箭,放飛到,放飛到! 跟著叮叮咚一陣亂響,她整個人一聲聲起, 咕咚咚咚咚呲咚咚咚咚咚咚! 馬啤音響,她已經身在馬背上,只是手腳被綁住, mornings move by. 她只覺得自己頸後邊人撞到一個人的身上, 被光敏得震震憂香, sich overturned some night. 只是那個黑衣女郎的氹氣的乳氣。 他的鵬就跑得輕輕,更坦的膩。 敵人的追逐喚殺聲,已經漸遠離遠了, 黑玫瑰整身黑毛,那個女郎全身黑衣,黑夜中一團七黑,她滾大眼,照樣是甚麼都看不見,只有一陣陣,香氣療妖鼻邊,更加增添幾分詭畢。 黑玫瑰跑了一陣,敵人甚麼聲都聽不聞,段譽就說,姑娘,想不到你這麼好本事,請放我坐在身上。 那個黑衣女郎哼了一聲,沒有理他,段譽手腳被布袋緊緊綁住,哎呀,手腳越來越痛,加至自己在馬背上打橫扛著,腳高、頭低,頭中到妥妥令,真是說不出那麼辛苦。 她又說了,姑娘,你快點放我先啦,突然,啪一聲,臉熱熱熱熱被蓋了一巴掌,聽見那個女郎說, 咪這麼聲多呀,姑娘都沒有問你,不准說話,段譽就火滾,為甚麼呀,啪啪,兩下,跟著又連戲被蓋了兩巴掌, 咪,這兩下出得更重手,打到段譽的耳朵又嗡嗡聲響,段譽就不憤氣啦,喂,你動不動就打人,你快點放我,我不想和你一起呀。 啊,突然間,個人一離空,啪啪,整個被拋了落地,但是手腳還被布帶綁住,那布帶的另一頭呢,還照樣握在那個女郎手中呀。 啊,段譽就是這樣,被黑玫瑰拖著,在地上橫拖而去,沒多久,那個女郎小聲,喝慢隻馬,就問段譽了。 哼,我看你復沒,肯聽我說話了嗎?段譽就大聲說,不復,不復,我不聽,我不聽, 先頭我死到臨頭,還未曾害怕,你現在折磨了一下,我就怕,我怕。 他剛剛想說我怕什麼,但是剛剛被拖個路邊兩個土丘,連氣被拋了兩下,他說什麼都吞回了落土,說不出來。 黑衣女郎就回錯意了,啊,什麼你怕你嗎? 一拉布帶,就扯回段譽上馬背了,段譽說,我是說,我怕什麼呀,我當然不怕你了。 哼,好,在我面前,什麼時候到你這麼硬頸呢? 我就是要折磨一下你,我要自到你死去活來。 哼,等你知未到,說完她左手一送,又將段譽拋回落馬,在地裡拖著來走。 段譽的心就生氣了,哼,碎婆婆口口聲聲罵你是賤人,原來沒有罵錯的。 想到這樣她就大聲說,喂,你再不放手,我就罵你了。 那個女郎說,好,你有膽就罵,我這一世人,被人罵得夠的了。 段譽聽她最後這句話,好像有點妻苦的意思。 一句賤人,剛剛想罵出口的,心一軟,就立刻忍住了。 那個女郎等了一段時間,見到她沒有出聲,於是就說,哼,我想死你都不敢罵。 段譽立刻說,我聽見你說得這麼可憐,不忍心罵你,難道我是怕了你嗎? 那個女郎聽見這麼說,哼,吹馬快跑了。 那些黑玫瑰放開四題,急跑起來。 唉,這樣就來段譽就慘了個弟弟。 頭啊,臉啊,手啊,腳啊,被條路的泥沙石頭拆到鮮血淋你。 那個女郎就說,你還投不投降? 段譽大聲罵,哼,你這個人真是好無良心的,你這個人好無良心的。 那個女郎又說,是,我本來就是好無良心的,用不著你說,你以為我自己不知道嗎? 段譽說,我,我對你,我對,我對你是一片,一片好,好。 好,突然間那頭噴聲,撞到路邊一個凸出來的石頭,當堂就暈了。 不知過了多久,覺得那頭殼一陣清涼,就醒了過來。 接著,那口就含含含有水進了。 他立即閉上口,忍住,就在那裡咳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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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黑玫瑰几步就纏了过去,段宇全身濕了, 肚子又被水灌得脏糊糊,又全身伤了,哎,真是死都没那么辛苦。 各位,这个黑衣女郎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段宇呢? 要知后事如何,请听下回分解。 哦! 就是像一样,吃饥尽。 喜来呀,既然是剥邂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